张秀卿 邵大伦主持新节目 年代MUCH台阿咪老师力挺张秀卿主持新节目 年代MUCH台台语金曲歌后 张秀卿七首邵大伦主持年代MUCH台全新点唱综艺节目MUCH新点秀 两人相差10岁 16日记者会上 张秀卿笑称与邵大伦没代沟 滔滔不绝夸奖两人的的契合度 邵大伦忍不住吐槽 他就是这样 每次开个本就讲不停 我就要负责收尾 张秀卿怒呛 好啊 我看你怎么收 邵大伦无奈说 他是属于射完飞镖后 什么都不管的人 疯狂捡飞镖就变成我的工作 张秀卿门把一开 介绍节目规模 乐队阵容时 阿咪老师突然紧张阻止 不要讲我在这 献哥会知道 原来阿咪老师今天录吴宗宪的节目 但没事先跟献哥打招呼 就溜班跑来挺张秀卿 被张秀卿大嘴巴说出来 他尴尬急要闪 遭张秀卿快嘴继续射刀 笑说 阿咪老师打从心底瞧不起吴宗宪宪 所以选择来MUCH新典秀记者会 让阿咪老师不得不自清 今天秀卿新节目记者会比较需要我 我就来帮忙 偶尔放线客一下下鸟没关系 回去再谢罪就好 张秀卿听了立马当他 说这么多没用 总而言之你就是对吴宗宪不忠 阿咪老师反当 忠的是狗 我是猫 猫很现实 哪里有利益于 就往哪里去 阿咪老师反客为主 不仅爆料没告假献哥 现场还与张秀卿斗起嘴来 让邵大伦不满道 搞了半天 记者会最后出来的都是阿咪老师的新闻 笑翻现场所有人 由于张秀卿与邵大伦在节目中长演短剧 饰演夫妻 必须超贴近的呈现恩爱感 常有不吃口水情况发生 张秀卿透露有一次邵大伦得了病毒型感冒 排戏过程不小心将口水喷进他舌头上 他以为自己会被传染感冒 但隔天中飙的却是老公 张秀卿笑称自己百毒不侵 但老公却间接吃了邵大伦的口水中飙了 忠实来自布洛克阿兹 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